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今天 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的故事啊 叫做 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 小朋友 你有被同学欺负过吗 或是被其他的小朋友欺负 那种感觉 不太好对吗 那你知道 下次当你碰到别人欺负你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呢 小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故事要开始咯 一天早上 大象走进小池塘 想要好好洗个澡 可是猜猜看 谁已经在池塘里了 河马 它占用的空间还真不小呢 大象瞪着河马 河马 给我滚出池塘 大象说 我要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洗个澡 大象的块头比河马要大多了 河马只好赶紧起身离开池塘 可是猜猜看 猜猜看谁挡在路上 猜猜回大bike 攏山静地睡 哪个人安静金 水chool 超麻烦 我要在这里打个端 每天天都健康 猎豹只好爬到一旁的树上 可是猜猜看 谁坐在树枝上 小猴子 他正坐在那里享受着栩栩凉风呢 猎豹沉着脸看着小猴子 小猴子 让出这根树枝 猎豹说 猎豹的块头比小猴子大又凶猛得多 小猴子只好跑到另一棵树上 可是猜猜看 他在那里碰到了谁 他的妈妈 小猴子一跳跳进了妈妈的怀中 妈咪 小猴子说 猎豹欺负我 他不让我待在我那棵树上 妈妈回答他 宝贝啊 你必须勇敢地对抗这种欺凌的行为 现在你回到猎豹那里 告诉他树枝上的空间够大 足够容纳你们两个 可是小猴子还是很害怕 他长得好大 小猴子说 他想要霸占整个树枝 好吧 妈妈说 那我跟你一起去找他 猎豹看到猴妈妈带着小猴子走近 尾巴警戒性地抽动起来 猴妈妈在小猴子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小猴子声声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对猎豹说 不要命令我 这棵树够大 足够容纳我们两个 你可以把我当朋友 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啊 请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猎豹看看小猴子 又看看猴妈妈 好吧 你可以待在这里 猎豹说 他挪了挪身体 让小猴子和猴妈妈可以做近些 当大家都做定后 猎豹清楚地看见在草丛里打着盹的狮子 他会想起狮子是怎么抢走他的武教角落 他又想到小猴子刚刚对他说的话 他有了个主意 猎豹附在猴妈妈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他们一起跳下树 来到狮子身旁 猎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不要命令我 这块地够大 足够容量我们两个 你可以把我当朋友 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啊 请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狮子看看猎豹 又看看小猴子和猴妈妈 好吧 你可以待在这里 狮子说 他挪了挪身体 让猎豹和猴子们可以靠近些 然后狮子看到爬在前方小径上的河马 他回想起 河马是怎么把他赶走的 又想到猎豹刚刚对他说的话 他有了个主意 狮子附在猎豹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狮子 猎豹 小猴子和猴妈妈一起来到河马面前 狮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不要命令我 这条路够宽 足够容纳我们两个 你可以帮我当朋友 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啊 请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河马看看狮子 又看看在一旁的其他动物 好吧 你可以待在这里 河马说 狮子和其他的动物靠到他身边 然后河马看到远处的大象 他回想起 大象是怎么把他赶出池塘的 又想到狮子刚刚对他说的话 他有了个主意 河马附在狮子的耳边说了几句话 然后河马 狮子猎豹小猴子和猴妈妈一起走向大象 沉着脸望着他 河马深深吸了一口气说 不要命令我 这个池塘够大 足够容纳我们两个 你可以把我当朋友 和我一起分享这个空间 请不要再用这么恶劣的方式对我了 大象看看河马 又看看在一旁的其他动物 进来吧 大象说 河马跳进水里 没多久 他和大象在水里又追又跑的玩开了 真是好玩 大象说 真是好玩 河马说 狮子猎豹小猴子和猴妈妈也一起加入他们 所有的人都说 不管你是大是小 是小是说 这个池塘都容得像你 欺凌别人这件事一点也不公平 和朋友分享要有意思的多了 对吗 小朋友 今天的故事好听吗 当你在学校或者是在外面 受到同学的欺负的时候 你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 勇敢地面对 学习沟通 学习把心里面的话说出来 做一个勇于沟通的孩子哦 我不喜欢你这样对我 文史蒂芬科洛 图文身软翻译孔繁路 大影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YoyoStory听故事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